大家早上好 我是新京茂被传言记者胡蒙 那现在我已经到达了 保尔会议的论坛现场 我们看到已经有代表 其实已经进入现场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保尔亚洲论坛会议中心的东门附近 那一会儿国务院总理李强 将从这里进入会场 出席2023年保尔亚洲论坛 亚洲论坛的开幕式 那我们也了解到 今年共有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约2000名代表 以及来自约40个国家和地区的 1100余名记者参加年会 从我的身后可以看到 现场的工作人员 已经为今天的开幕式做好了准备 因为场地原因呢 大多数媒体还是在旁边的 新闻中心观看直播 那么现在就和我一起进入 新闻中心去看看吧 我已经到达了新闻中心 可以看到这里已经坐满了记者 那在我后方的一个大屏幕 一会儿将直播开幕式现场的情况 我也作为场外嘉宾在这里 关注本子开幕式 一会儿开幕式结束后 我将在第一时间带回现场报道 Untertitelu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